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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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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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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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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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Helen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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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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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要从此以后 愿意去到多明利家共和国 做短期服务的人不少 但是愿意长期居住在那里 服务贫苦大众的人又有多少 下一集爱尚传 带大家认识几位有心人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例如多明利家共和国 人民的生活条件普遍欠佳 而处于弱势的一群 生活就更加艰难 意外怀孕的少女 被亲人遗弃的残障孤儿 无办法负担高昂医药费的 窮苦病人 他们的苦放又有哪个关注呢 几位来自不同地方 不同背景的有心人 如何为这些贫苦者伸出援手呢 爱尚传带大家到多明利家共和国 台海 看完这一集爱尚传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故事 同时也请收听我们逢星期六的电台节目 爱生命 要购买天主教书籍 和信仰灵修礼品 请来我们的生命恩传书社 参观选购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天主保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